十方眾生見到佛光 聞到寶香收什麼呢? 依照《無量壽經》 法愿求生淨土 经常跟我们说 法菩提心 一向尊念 就是修佛行 但是你要知道这句阿弥陀佛 要怎样念法 要用清淨平等觉心去念 念成自己的清淨平等觉 那就对了 就决定往生 换句话说 你将弥陀在经典上所讲的教训都学到了 你和阿弥陀佛信、愿、解、行都相应 哪里有不往生的道理呢? 所以佳修佛行这句 我们要特别重视 说老实话 我们今天亦见到光 要闻到香 但是你是否真的闻到? 我为什么说这些说话? 闻到之后还不收? 闻也等于没有闻 闻到之后自己真正觉悟 觉悟在真修 三恶道我们不想去 决定不做贪亲痴 人天不值得留恋 上来上去 实法界还是成佛好 要直接修成佛之行 成佛之行就是这一部经 这一部经就是教我们成佛之行 后面五愿是对十方菩萨说的 十方菩萨在各处度化众生 他们应该如何收这个法门 帮助他们顺利度化众生 可见弥陀四十八愿 实际是圆满周度 到这个地方 四十三愿完全是佛度六度众生 是以度我们凡夫为主 闻后五愿只是度十方菩萨 所以度六度说四十三愿 度菩萨只说五愿 你就知道阿弥陀佛四十八愿 是以什么为主 是以度六度众生为主 我们六度凡夫 不能辜负阿弥陀佛 我作佛时 十方佛策 诸菩萨众 闻我名义 解释代德清淨解脱 普等三昧 诸心总词 诸三摩地 至于成佛 定中常共无量无边 一切诸佛 不失定义 若不以者不取正觉 这是第四十四 普等三昧愿 四十五 定中共佛愿 前面四十三愿 是阿弥陀佛在因地里面 为菩萨十方六度众生而发的 由四十四以后到四十八 这五愿 是弥陀为菩萨十方一切菩萨所发之愿 往式历代祖师又说 这一泛门涉化的范围 上至等觉菩萨 下至恶度众生 末后五愿就是上至等觉菩萨 我作佛时 十方佛察 诸菩萨众 这一句将尽虚空编法界 所有诸法察土的菩萨 无论是全教 实教 初信位到等觉位的菩萨 全部都包括 我们只能够体会到 祂的愿力广大不可思议 弥陀涉化众生 是用平等的法门 绝对不是对凡夫 要我们信愿持明 对菩萨另外用一种修学的方法 不是这样的 我们在愿文里面看到 和道凡夫完全相同 愿文说 文我明以 和前面所说的完全相同 文是菩萨三位的文位 文底下接着就有诗 就有修 凡夫放且是这样 何况菩萨 菩萨修行这个法门 仍是信愿慈明 夏文说他所得的利益 当然这个地方最重要的就是修恩 因愿果就满 唯独信愿慈明这个恩 是圆满的 所以果报就殊胜 如果他不是圆满的修恩 等觉菩萨 发生大事何必还要修学 怎知道包括等觉菩萨呢? 我们在花言经上 见到文殊 好言 是最好的代表 他们在花言会上 发愿求生淨土 所以此地 十方佛察 诸菩萨众 包括文殊 好言等 这个地方 我们要重视的就是修恩 因此 命好功德不可思议 我们在讲直中事上提醒同修 命好功德究竟有多大呢? 我们要想真正理解 至少你需要熟读 无量寿经 熟读淨土吴经 单单熟读还不够 必需要看古大德的注疏 只能够身为体会命好功德 但是也只能够体会小分 要想多知道一点 就要去念大方广佛花言经 因为无量寿经 即是中本花言 换句话说 是花言经的精华 花言经的浓缩 详细的都在八十花言 四十花言之中 这样对于命好功德 只能够认清楚一点 但是并不圆满 在我们这个世界讲圆满 必须将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讲的 一切经都贯通 只能晓得原来弥陀命好 就是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讲的中心 所讲的总题目 我们今天将经典的总题目称为大藏经 这是当初中国人编辑佛经的时候取的名题 当然编辑的人也不知道明好功德 如果知道明好功德 整个大藏经就称为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就是全部大藏经 你只知道弥陀命好不可思议 不单止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讲的 就是讲一句阿弥陀佛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 为无量众生讲经说法 也不过是讲一句阿弥陀佛 这些事几个人知道呢? 就是夏连居居士所讲的万亿人终一而知 这个万亿人不是普通人 是万亿学佛的人 而且是对于佛教修学都相当有成就的人 好像我们这样学佛都不算数 这个是真的 一点都不假 六度众生能够听到这个法门 是稀有的恩怨 十方菩萨有机会听到这个法门 跟我们一样这样修 亦都是稀有 经常世尊明白地跟我来说 很多很多的菩萨想听这个法门 没有缘分 听不到 这个究竟是一个什么法门呢? 是 一生圆满成佛的法门 你什么时候听到 就什么时候成佛 我们今天凡夫位听到 我们凡夫身就成佛 初驻菩萨听到 初驻位就成佛 十地菩萨听到 十地位就成佛 等各位听到 等各位就成佛 换句说话说 没有听到这个法门 等各菩萨也成不了佛道 等各菩萨没有听到这个法门 就能成佛道 民主好言何必求生淨土呢? 没有这个必要 这样仔细地去观察 仔细地去比较 对于明豪功德 只能够收为体会多少 我们真是明白了 自然就死心塔地去念 今日我们念佛 不能够死心塔地 一面念佛 还一面打妄想 是什么原因呢? 不知道明豪功德不可思议 不知道这个法门之宝贵 讲实在说话 假如跟你说 你每日到某个地方去 一日可以赚一百万 你决定不会学佛 学佛不值钱 一日可以赚一百万 就拼命去赚 谁会放着一日赚一百万不要呢? 走到这里来念阿弥陀佛 好像这样念阿弥陀佛 怎会念得成功呢? 外面境界风一吹 你心就冻 实在说 念佛不能成功 就是对明豪功德不能够彻底的理解 下面讲他殊性的果报 佳释代得清淨 就是讲由初发心的菩萨 一直到等觉菩萨 六度由飞上飞飞上天 下到阿弥地狱 一个法门到尽了 都得到清淨 清淨就来一切厌俗 这是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关心的事情 因为环境的污染太严重 我们有没有想到心理的染污 精神的染污 思想的染污 见解的染污 比环境染污更要严重 更要可怕 环境染污只是伤害我们的生命 生命死了不要紧 49日又投胎 那有什么关系呢? 真正觉悟的人 生死捨身仇身 就和我们穿衣服一样 衣服骚髒了 马上就脱下 再换一件干净的 但是思想、见解、心理、精神上的染污 伤害我们的发生遗命 这个问题严重 一般世间人迷惑颠倒 将生命看得很重 发生遗命看得轻 这些是迷惑 生命不重要 遗命最重要 菩萨求法 能为伴己而写全身 敢债众遗命 不重生命 这里得清淨一句 在今天这个时代 看这句经文 我们的感受非常非常深刻 这句阿弥陀佛 恢复我们身心清淨 身心清淨 环境就清淨 真有这个效果吗? 真有 你自己没有去念 你去念就得清淨心 这两三年来 有不少童修念无量仇经 你和我说 念得很有受用 我问他有什么受用? 他说烦恼小 心清淨 没错 这个就是经文上说的 这个就是相应 念要知道念的方法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这样一直的念下去 我想三个月到半年 你自己就有感受 决定和以前不一样 得清淨心之后 你的信心应当增长 应当继续不断的努力 念到更清淨 就得一心不乱 通常我们说 功夫成片 是最淺的一心不乱 这个是初步的受用 就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 以我们凡夫来说 念到这个境界 你的内心会生发起 不可能有忧虑 不可能有烦恼 你的生活欢欢喜喜 快快乐乐 所谓发起充满 这个是刚刚得事一心 并不是好心的功夫 这样的程度 就能够往生 生凡性同居土 因为世间一切法 你已经不动心 不被它迷惑 不被它所动 一切都放下 二六时钟 就只是这句佛号 绵绵密密 这样就功夫成就了 各位同寿 最低也要念到这个程度 我们往生西方基督世界 只真正有把握 真正能够去 所以清淨重要 由此何至 凡是妨害我们清淨心的 就是魔障 魔是折磨 障是障碍 折磨我们 障碍我们 折磨什么呢 障碍什么呢 就是清淨心 凡是对心地清淨 有障碍 有折磨的 都是魔境延前 魔不在外 外面的境界 无论是信役 如果我们不动心 外面境界 都是佛境界 如果自己起心动念 外面境界 都是魔境界 这个各位要知道 不要以为外面那些恶人 冤家债主 天天来找我麻烦 欺悔我 侮辱我 这些是我的魔障 谁不知除了这些之外 一切顺境里面 被欢喜的 外慕的 幻是魔障 念佛人 见到佛现前 见到莲花 欢喜到不得了 那些是着魔 因为清淨心无助 平等心无助 所以 经体上用这三个名词 这三个名词 显示出圆满的修得 什么是清淨 平等是清淨 什么是平等 各就平等 什么是各 清淨就是各 一即是三 三即是一 那些就是佛境 我们念佛要念到这个标准 只能够往生西方 正无量寿 无量寿是我们所求的果报 所以 要来一切延续 从心底里面念 外景 无论是顺境 逆境 逆境 我们都随缘 历史连心 顺境里面 不起贪爱之心 逆境里面 不起亲为之心 就在境界里面 念清淨心 念平等心 清淨 平等 各 在哪里修呢? 在一切人事 环境里面修学 用什么方法修学呢? 用这句佛号 当境界现前 我们起心动念的时候 一个念头起来 第二个念头 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就平等 不理顺境逆境 第一个念头起来 是妄念 第二个念头 阿弥陀佛 就恢复到阿弥陀佛 这就好了 古德说 不怕念起 只怕觉慈 念 是无耻劫的烦恼集气 当然有 如果没有 你就成佛了 还收什么? 我们是凡夫 所以起心动念是必然的 一点都不奇怪 修行人 就是念头转得快 第二个念头 就转成阿弥陀佛 第三是阿弥陀佛 第四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个念头 念念相续 不能给烦恼的念头 念念相续 这个要知道 学佛相当不容易 一定要有真正的智慧 智慧和世间的聪明不一样 不可以将细智变充 当作智慧 那就认错了 智慧是什么呢? 真正认识这个法门 真正能够辨别利害得失 十法界里面 利益最时性的是成佛 害最深的是三恶度 你能够认清楚 就能够避免三恶度 在这一生中 有机会教你作佛作菩萨 你在这一件事上下了决心 那就是智慧 千万不能有个忘念 我知道成佛之道 我令你们去收集 我帮助你们 我不入地獄 谁入地獄 说话讲得很好听 我要做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 那么容易做吗? 地藏是诸佛的路线 他不是凡夫 佛陀在世的时候 提婆达多 六群比丘 你们都经常去看 提婆达多品 都是古佛在来示验的 不是真的 一佛出世千佛涌护 释迦牟尼佛要唱这一台电影 当然有人唱忠神 也有人唱奸神 这是一定的道理 到后台看看 唱奸神的就是他的老师 他的师傅不是普通人 我们学不来的 我们要知道 所以要将这些事情搞清楚 搞明白 才能够有最妥善的取捨 这些是智慧 不是细智充便 就能够做到的 什么是解断? 我们今天事常说 不自由 不自在 大家日日打其豪 要争自由 要争民主 今天社会这么混乱 就是大家对自由民主的概念 搞不清楚 以为民主 我当然可以作主 你也可以作主 不打架怎么行呢? 当然要打架 打架是很正常的事情 打到最后还是不民主 因为弱的要听强的说话 还是强权作主 这些就好像很多很多的绳绑住我们 真的不自在 不自由 佛将这些归纳成两大类 第一是烦恼 第二有所知 这两条绳将你绑起来 你不自在 解脱 是将这两条绳解开 你就脱离了 解开的是你错误的思想见解 贪、亲、痴、慢、烦恼 将这些东西解开 脱的是什么呢? 永脱生死轮回 六道生死轮回 由哪里来的呢? 就是这些东西造成的 所以 见思烦恼一断 见惑就是见解错误 思惑就是思想错误 这些东西解开 六道就没有了 永远脱离了 解脱是这个意思 佛门里面事常说的 了生死出三界脱轮回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一句在这里 或者同修要问 菩萨不是已经脱离生死轮回 还有这些果报吗? 有 大小菩萨都有 系博有界内界外 界内是讲六道 是对小菩萨而讲 经常事常讲全教菩萨 全教菩萨没有离开六道 换句话说 他还没有办法超越六道轮回 实教是真实的 他们超越了 实教虽然超越六道轮回 他还未正得圆满发生 所以他还有微小的系博 这个微小的系博 就是四十一品无名 要将四十一品无名破进 他就完成佛道 正无上正等正觉 由此可知 由初佛心一直到等觉 这个结是慢慢的解 亦慢慢的破 到等觉菩萨将最后一品无名解脱 圆满成佛 再无系博可解了 我们要知道 这个果德 亦贯彻到无上菩提 普等三妹 菩萨在十方世界 他发的心 比我们一般人发的心要大 凡夫能够动念到自己 就很难得 菩萨发愿不单要到自己 还要普到一切众生 如果菩萨发愿 我要普到众生 不到自己 同各位说 那些是摩法的愿 不是菩萨 菩萨和摩 由这个地方能够区别 菩萨一定自利利他 利他即是自利 必须要辨别清楚 不能够有私毫的差错 所谓差之毫利 失之千里 好可怕 菩萨度众生 有没有无众生呢? 有 或是初发心的菩萨 道行功力都不够 所以菩萨事上退转 因此 他亦面不了不众生 好像医生治病 有时候将人害死 法官判案 有的时候也冤枉好人 这是难免的 总是愈小心愈謹慎愈好 自古自禁 一个法官在一生判案中 没有冤枉一个人的 没有人敢说 大夫同人治病 一生当中所治的病人 完全都没有过失 也没有一个大夫敢说这些说话 菩萨度众生 亦是这样 到什么时候才不会异悟众生呢? 见性就不会 明心见性的菩萨 就不是权教 称为实教菩萨 见性的菩萨 即是原教初主以上 别教初地以上 这样的菩萨 不会害人 不会将佛法讲错 原初住 别初地以下的菩萨 就肿免不了 随自己的见解 随自己的知见来说法 这个很可怕 所以佛在经里面 一再和我们提示 虽然提示 我们没有去重视 佛在《维咎三经》里面 和我们说 未正得阿罗汉果 不要相信自己的意思 未正得阿罗汉之前 你的知见迅速凡夫知见 错误决定不免 正得阿罗汉只是正觉 无常正等正觉 只得一个正觉 虽然不是正等正觉 它是正觉 不会害人 好像大夫治病 用药用错了 但是这个错误不会太重 最多是令你多病几一 本来一个月可以康复 现在拖一个半月 是它用药用错了 对你无大的伤害 如果是正等正觉 就决定无寒存 决定无错误 真的要是一件小串的 也是一件小串的 所以要做一件小串的 别人维都知道 对阿罗汉尔迦 最后搜到这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